三個都是八月的 去鮮台當然也要吃鮮台牛舌 甚至鮮台牛也不差 我忘記多少錢 很便宜 有湯 有些前菜 有些鐵板的牛肉 這隻牛舌 三款都是不同整法的牛舌 或者不醃法的牛舌 一隻牛舌是很長的 牛頭 牛舌 心 牛舌 那牠的羊好像是不同的牛舌 牛舌不同的 牠的部位亦有不同的整法 不同的整法 日本人 鮮台一定要試試吃 鮮台牛舌 鮮台牛舌 牛舌去哪裏 牛舌 牛舌都會吃的 我第一份都是牛舌 因為每個地方不同的 譬如當地的雞做的 雞串燒 日本吃雞串 免治雞 我最喜歡去不同的地方 吃當地的酒 麥米 雞牛 牛舌 挺漂亮的 鮮台牛 也不差 牛舌就出色 出色一點 今天的介紹差不多了 多謝Cat姐她上來 有機會再上來 剛才你說還有更加厲害的靈異故事都沒有說 多謝Cat姐聽 好 其實是下一個來見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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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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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